最近看新聞,不斷聽到 也看到很多關於年輕人、學生 吸讀索基的新聞 有人說,為什麼學生 這麼小的年紀會索基呢? 甚至有一些索基的學生 在戒讀當中,他們透露了 他們學校裡面甚至有 接近八成的學生 都是索基的 究竟這個現象反映了什麼呢? 有人說,年輕人索基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感情的問題 和覺得很悶 聖經告訴我們,人是有靈魂的 人的心靈裡面 唯有神才可以填得悶 所以用一切外在的物質 放下去的時候,你都永遠填不悶 所以無論你透過喝飲食食 或者放縱自己的情慾 你都發覺人生當中,你心靈裡面 總是不滿足 總是覺得很悶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四章 第十四節所說 聖經說 凡喝者水的還要再喝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喝 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裡頭成為全員 直湧到永生 主耶穌所給的水 是他自己的生命 是真理的聖靈 能夠在我們裡面 給我們真正的滿足 能夠真正的 令到我們的人生有盼望 有目標 有方向 知道自己是被愛的 因為天父永遠愛我們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告訴我們 他愛我們 愛我們到底 所以求主給我們明白 並且確實的 在主耶穌裡面 經歷到這份 不會乾喝的那份的滿足 和在主裡面那份的飽足 甚至在我們裡面 能夠成為全員 去幫助我們周邊 心靈裡面 仍然很貧乏乾喝的朋友 願神祝福大家